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国内旅游人潮大量的减少 餐饮业者有的歇业有的寒苦 不少小农也连带受到影响 出现蔬菜滞销的情况 由于这些老农不会使用网络行销 所以吉安乡公所主动的协助收购 结合乡内14个文件站 来提供饮法族的长者使用 前乡主要作物是龙须菜还有地瓜叶 不过近期来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现在都卖不出去了 小农之后把老叶采收起来堆制做肥料 疫情的关系餐厅的游客都没有来 所以我的地瓜叶也是受到影响 不只是我的地瓜叶还有其他产品 还有其他的小农 跟我遇到同样的困难 吉安乡公所为了协助地方小农 每天采以分流方式收购100多斤的蔬果 送往辖区内14间文件站 由专人负责料理给老人家来食用 以南昌村为例 每天中午有40多位老人家来吃饭 刚好可以解决部分滞销问题 在吉安的部分有14个健康站 有两个社团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健康站 以及我们9个文化健康站 那而且我们的人数是不同的 有的人数是三五十个 有的是七八十个 甚至是百个 那我们针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执行之后 我相信会有陆陆续续的小农 一定会继续的跟我们吉安相公所来联系 只要我们能够协助上的 我们会尽力的来做协助 相公所强调一般农户因为有农会产销系统 因此会有价格下跌问题 还不至于会滞销 不过小农没有通路 又几乎都是老农 不会网络行销 因此产品卖不出去 比较弱势的部分是小农的部分 他们因为第一个行销 网络部分他们是不懂的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自产自销 早上早早起来 就是采了一些这个野菜类供给餐厅 那现在餐厅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比较大宗的餐厅 使用的野菜类都没有再使用了 那这些野菜类可能包括 小农种的有龙西菜 地瓜叶所有野菜类 我认为应该都受到影响了 根据吉安农会资料 目前辖区内有7000多位的农民 生产的野菜类几乎都销往北部 至于产销县外的小农 如果蔬果滞销 建议可以向香工所来联系 谢谢徐立琴吉安相报导